肉丁这样做真的是太美味了 特别下饭 大家好 我是大树饿斗 今天给大家分享 一道少有版的酱爆肉丁的做法 这个菜全国都有 做法也不尽相同 配菜更是随意搭配 随心所欲 只有肉丁和酱爆的方法是相同的 我们首先准备一些梅花肉 它位于猪颈部 特别鲜嫩多汁 常用于做叉烧肉 我们先把这个肉处理一下 要把白色的筋膜给去掉 它们主要是一些节力组织 不切掉容易咬不动 然后把肉块改到切成大小均匀的小丁 这里推荐切成拇指甲的大小 大约1.5厘米左右 比较容易炒熟 有些做法用油炸的方式 就可以稍微切大一点 我们今天的做法不油炸 用几火块炒 这样肉质才更鲜嫩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切下来的肉筋 我们可以剁成肉馅 用来炒炸价 味道是相当不错 想要腌出的肉更鲜嫩 我们需要准备葱姜水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用手把它按住 刀头的部分 沿边缘慢慢的拍 把它拍成姜绒 然后放入一个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节清洗干净的大葱 斜刀切成大葱片 全部切好后 也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炒碗中加入半碗清水 再用手用力的抓捏一下 尽量挤出里面的汁水 就这样浸泡10分钟后 用漏勺过滤一下 就得到了葱姜水 下面开始腌肉丁 半斤肉丁 我们加入点盐 大约1.5克 再加入点白胡椒粉 大约1克 加入一点特级生抽 大约5克 然后用手不停的抓 把它们抓匀 一直抓到肉丁表面 开始发连 就说明起胶了 具有很好的吸水性 然后我们加入一勺葱姜水 用手不停的抓 让肉丁把葱姜水吸收进去 吸收完毕后 我们再加入一勺葱姜水 然后还是用手不停的抓 让肉丁把葱姜水 再次吸收进去 重复这个操作 直到肉丁吸水性开始变差 说明它已经吸饱了水分 然后我们加入一小勺玉米淀粉 还是用手抓匀 让肉丁表面形成 一层薄薄的淀粉外衣 抓匀后 加入点食用油 再抓一次 让淀粉外衣上 再裹上一层油膜 有了这两层保护膜 肉丁之间不仅不会彼此粘连 而且炒的时候 也不出水 更鲜嫩 就这样腌制至少20分钟的时间 让肉丁充分的嫩化和入味 等待腌制时间 我们准备一下其他配料 准备一根清洗干净的水果黄瓜 把它对半分开后 再切成四截 然后改刀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个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截清洗干净的胡萝卜 用刮刀刮去外皮 也改刀切成小丁 大小和黄瓜丁差不多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 把它们冷水下锅 加入点盐 再把水煮开 把葫芦丁煮断身 煮好后 用肉勺捞出来 和黄瓜丁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土豆 用刮刀刮去外皮 也改刀切成小丁 大小和黄瓜丁差不多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个盘中备用 最后准备一个碗 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加入五勺量的松凉水 用勺子搅拌一下 把淀粉化开 放一盘备用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朝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然后开大火 把油烧热 油温五层热 下入全部的土豆丁 等底部定型后 我们略微翻炒一下 我们用炒一下 煎一下的方式 把土豆的表面 煎出脆皮 由于大小不均匀 有一部分土豆丁会提前煎好 我们先用筷子夹出来 最后把全部土豆丁夹出来 不用洗锅 就用锅里的油 油温四五层热 我们下入全部的肉丁 把它们均匀铺开 整理平整 略微煎一下 让它们表面定型 然后快速的翻炒 把所有肉丁炒变色 只要全部变色了 就立刻关火 把它们夹出来 不要把肉丁炒老了 我们继续开小火加热 油热后 我们炒锅中加入一勺黄豆酱 再加入半勺甜面酱 用小火不断的煸炒 把它们炒干炒香 再加入点白糖 大约五克 再加入四勺量的葱姜水 炒到锅中起小泡后 再把黄瓜丁和胡萝卜丁倒进来 再倒入全部的土豆丁 倒入全部的肉丁 立刻调整大火 快速的翻炒 三十秒的时间 把它们炒热 让酱料包裹出食材 最后淋入适量的水淀粉 翻炒均匀 形成芡汁 起锅前淋入少量香油 蒸香提味 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炒出的肉丁非常嫩嫩 咬上一口鲜嫩多汁 黄瓜也是清脆爽口 土豆丁 软糯入味 好了 一份好吃的酱猫肉丁就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 还不赶紧去试试吧 我是大叔厄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